大家好 我是张三 我现在在上海 我现在是住在敏行 去年从浦东新区搬过来的 我在原来那个小区住了 四年吧 今天我打算去拍一下我以前住过的地方 坐公交车过去 还得转一趟地铁 我从这一站坐 坐873路 出来了 坐到紧阳路 临照路然后转地铁 今天周末 坐公交的人还蛮多的 公交车到站了 地铁站在对面 一会走过去 临照新村 坐8号线过去 我坐 四站 坐到 承山路上 出来了 这个地方既有 13号线也有8号线 我坐的是8号线 这一带就是我最熟悉的区域了 2017年我来到上海 我最初住的是 马路对面这个小区 这个小区叫做 上南四村 当时我就住在 这栋楼 靠近马路这一排房子的第 第三层 当时的13号线还没有开通 每天晚上这个地方都在施工 修地铁 我在上南四村住了半年左右 然后搬到 前面的小区 往这条路走 走到头 右转 就是我 以前住的小区 在上海 住的第2个地方 这是房产中介 在上海租房就要在这个地方找 通过他们介绍 他们会收一定的中介费 这一排 有很多房产中介 房产中介 一般都是 扎堆开店 清美鲜屎 这是一家卖菜的 我下班会在这个地方 买菜带回去做饭 这是一家 SPA的店 竹域店 永丰老腰汤 是一家 安徽人开的店 我以前 经常来这个地方吃饭 美丽达 自行车店 专卖店 可以修车 这个 上南石村 这就是我以前住的小区 我这个核酸采样亭 还在 上南石村的居委 周家渡鸡蛋 去年疫情期间 我在这个小区做过志愿者 就是到这里来报道 然后 听从主任的安排 帮助医生 一起给小区里面的人做核酸 就叫人啊 然后端桌子啊 什么的 四十七状楼的门口 有很多花 我还记得 这边也有 放了很多花盆 山茶 这个菊花也没长起来 这个小区 这个小区 这个小区建于 1990年左右 这也是洞签房 我之前住的是这一幢 54号楼 我住三的上去看一下 上个世纪 90年代 建的 这个小区现在是可以进来的 我住的地方 就是这里 54号 303 这门上 这幅队里 还是以前的 这个窗户 很旧了 这里是 厨房 现在门口怎么放了283 3 这个楼是一天五户的 现在不知道是租给谁住了 这是205 这家以前是开米发店的 不知道现在还开没有 54号楼旁边 还有一个小门 我平时下班也可以从 这个门进来 只要有钥匙就可以进出 这条马路是德州路 我住的就是 这旁边 这就看得不太清晰 就是 在马路旁边 但是时间长了 我也习惯了 这面墙上 有爬山湖 爬山湖 冬天 春天 就是这个样子 这棵绿叶树是广玉兰 以前从我房间的窗户看出去 正对着的就是它 老破小小区 是没有地下停车场的 车都是停在 这小区的路边 这个小区 现在二手房房价 7万亿平米 丢垃圾的地方 垃圾分类 上海坐的还可以 这个是自行车棚 全是 6层的 小高厂 围墙外面 是两个幼儿园 一个叫做 小白鸽 蜂巢 取快递的地方 这里边有两个蜂巢 居尾旁边 还有一处 这个垃圾站更大 谁家烧金元宝的 铁箱子 扔这儿了 这是健身场所 老窗户 这边是稍微现代一点的 每家阳台上 都伸出了尿衣杆 没办法 上海 每家生活的空间太小了 没有地方尿衣服 出太阳的时候 衣服 床单和被子 从这个杆上垂下来 就像瀑布一样 真是奇观 接纯净水的地方 每一次 两三个硬币 就用这种 霸桃 这道门背后是 另一个 我住的这个小区是 301 对面是 300 这里是有围墙 隔开的 但是住这两个小区的人 用钥匙 都可以打开这道门 这两个小区名字都一样 都是 上南石村二 只是笼不同 这边是301笼 这边300笼 但都是叫 上南石村二 对 隔壁还有个350笼 嗯 相当于三块对吧 但是这两块呢 它是 属于同一个小区 那个是一 这个是二 小区旁边有两个幼儿园 这是其中一个 小白哥幼儿园 彩色的地板 两个幼儿园 紧挨着的呀 一墙之隔 有城堡一样的塔楼 这是另一个幼儿园 叫做上海市浦东新区 银兽艺术幼儿园 这两个幼儿园 哪一个好看的 梅花 还没有展开 花骨朵 道路两边都是梅花 也有桂花树 小区北出口这条马路是红山路 对面这个小区是上南八村 里面 里面有一个万有权 生鲜超市 我经常在里面买东西 过去看一下 还在不在 进来了 这是一个水果店 前面有一家卖 烧鹅的 绿色的这个牌子 就是万有权的 招牌 武生的农夫山泉 8块8一桶 香葱9块8一斤 哦 水瓷是12块8 铜花菜9块8 这个是塔菜 5块9毛8 薄皮椒 6块9毛8 这个花菜卖 5块9毛8 这里面的东西物美价廉 大白菜 1块9毛8 这个 早就被抢完了 这个肉很便宜啊 好久不见 干嘛去了 是啊 我搬到其他地方住去了 这个夹心肉 现在多少钱一斤 11块8吗 有没有 有没有 夹心肉 15块8一斤 来买了吗 就熟悉了 精品的 其他地方都不去了 17块8 对吧 这些都很便宜 老坛酸菜 5块钱 一桶 这个是4块 和其他省市差不多吧 宏富市 6块9毛8 一斤 这个黄椒是什么 这个苹果叫黄椒吗 8块8一斤 这个 8把肝 8块8 特伦苏牛奶 低脂腿牛奶 58块8一盒 这个不是低脂的 便宜一点 49块8 五金店 这里以前有一个人 每天早上在这卖煎饼果汁 排队的人 很多 现在还没回来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拍到这里了 咱们下期再见